中文字幕志愿者 持续受到海内外重要人士关注 欧洲议会成员也在日前表示关切 多位欧洲议会成员与人权观察组织 欧洲办公室主任都表示 希望台湾政府和企业 了解到新唐人续约案 对促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 不负众望 真正捍卫独立媒体的新闻自由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臣访欧 关切新唐人亚太台 与中华电信中心2号卫星续约案 欧洲议会成员也注意到 续约案对促进中国民主化的重要 希望台湾政府必须关注 我希望台湾能活着 欧洲议会成员与人权观察组织 女士表示一直以来台湾在国际间 受到来自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 国际社会希望台湾的民主化 对中国大陆起到正面示范 新唐人长期以来突破封锁 坚持在给中国民众真正的自由信息 面临续约期限在即之际 人权观察组织欧洲办公室主任 呼吁台湾政府和中华电信 有勇气捍卫独立媒体新闻自由 新唐人与中心2号卫星续约案 持续受到来自海内外各界关注 欧洲政界希望台湾不负众望 让新唐人的自由信息能继续播送 新唐人也在电视里兹尼克 比蒂时布鲁塞尔报导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英国伦敦街头士兵砍杀案 嫌犯雅德·伯瓦勒出庭应讯 法庭外戒备森严 美国总统欧巴马与纽瑞市长彭博 都说到致命寒毒信件 可能是支持枪支管制的报复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 当年送给妻子约瑟芬的珠宝箱即将拍卖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